生活的路就像过一条陌生的河流,我们不知深浅,不知河中是否存在吃人的河怪,一切都是无法预料。 想要成功的度过彼岸,我们需要勇气,自信和过河的技能。 就算如此,也不能保证我们在渡河的过程之中,喝上几口肮脏的河水,这些都是小事,最可怕的就是我们内心的位置和胡思乱想。 也许你会担心淹死,害怕与虫等等,最终像你这样的人久久的站在河边沾望一生,空流一声悲叹和遗憾。 纵观人生摆态,人生是十有八九不如意,人生路坎坎坷可才是真,但有多少人在坎坷之中跌倒之后,再也没有爬起来。 其结果不言而遇,其实我们爬起来的勇气和努力,可能只差我们前面付出的百分之一,但是我们放弃了。 这些人不免让人想起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的是你付出了那么多,为什么就不能再坚持一下? 成功就在眼前,而你却假装看不见,累了,不妨让我们想想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杂草。 只要给它一点土壤和水分,它会在家缝中生存,生长。 由于它顽强的生存能力,这使我们在哪里都可以看见它们的身影。 田野上,小路中,河流里悬崖边,生存在小路上的杂草不会因为路人一脚踩到它的身上而失去生命力。 当你把脚从它身上移开后,它会默默迎风继续生长。 工作中当受到委屈的时候,或者遇到挫折的时候,当我们要放弃或者妥协的时候,我们应该想想小路上的杂草。 我们也要像它一样,不管别人踩我们了一脚脚还是困难踩我们了一脚。 当它们把脚一开时,我们要继续努力生长,杂草的生存离不开土壤和水分,那些生长在悬崖边和石头缝的它们,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生存环境差。 而堕落,反而它们的成长,并不比其他地方的伙伴差。 所以同样的我们在抱怨自己种种因素阻碍了自己的发展和成功的时候,我们不妨找找自身问题,撇开那些因素,看看我们是否还可以更加努力。 想想那些在悬崖边和石头缝中的杂草吧,只要努力最终都不会太差。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